这时间所有的故事,都是从相遇开始,可并不是所有的遇见,都有一个美丽的结局。 就像我们常说的,在对的时间,对的地点遇见对的人,是种幸福,在错的时间,错的地点遇见错的人,是种痛苦,在错的时间,错的地点遇见对的人,是种遗憾。 可不管你遇见的是对的人,还是错的人,两个人竟然能在千万人中相遇,那便是缘分,便是幸运,一路走来,陷后了很多人,经历了很多事,总会遇见一个让你倾心的人。 相遇相织后,你们先守相爱,即使这段爱情很频繁,你也会向往这与他的天长地久,因为你甚至能遇见一个对的人很难,所以懂得珍惜。 可人的一生中,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无奈,有时候邂逅了倾心之人,到最后却是爱而不得,遇到了心有灵犀的感情,到头来也只能改叹相见恨晚。 爱的时候,我们都期待着这段爱情的长长久久,总奢望着能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,可我们不曾想到,这世上最多的便是情深远浅,不是每段感情都能开花结果,也不是所有的缘分都能恰逢其实的出现。 其实,遇见一个人,从相直到相爱,到此为止就已经足够了。 要知道,爱情相爱都是可遇不可求的,在往后的日子里,当回想起这段感情时还能面带微笑。 记得曾经有过那么一个人,陪你经历过一些事,就足够了,如果你爱而不得,那就微笑着感谢这一世的与他相遇,因为每一次的相遇,都只是在乎过程,不必在乎结局。 啊,南副先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